你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每日一书,本期要分享的书是《断舍离》,作者是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,他在大学期间开始学习瑜伽,并从瑜伽的修行哲学断形、舍行、离行中提炼出断舍离的思维方式并用于日常生活的整理上,逐渐建立起任何人都能做到的自我探查法,断舍离也是刺激思维新陈代谢的思路转化法。 断舍离这三个字分别代表了斩断物欲、舍弃废物、脱离、执念。 然而,断舍离不只是扔东西,它的目标是帮助我们构建一种宜然自得的生活方式。 通过学习和实践断舍离,人们将重新审视自己与物品的关系,从关注物品转换为关注自我,一旦开始思考,并致力于将身边所有不需要、不适合、不舒服的东西替换为需要、适合。 舒服的东西就能让环境变得清爽,也会由此改善心灵环境,从外在到内在,彻底焕然一新。 先来说说什么是断舍离。 断舍离就是通过收拾东西整理空间,来调整生活和人生的一种方法。 作者说,要想在未来重新找回健康的居住空间,最开始就不得不扔掉大量的东西。 也就是说,扔掉废物只是断舍离的敲门砖,而不是它的全部。 断舍离的目标是让人获得一种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。 感到怡然自得的人会自发地整理家里,他们家里的物品始终处在新陈代谢的状态。 有用的东西进来留下,没用的东西就清除出去,充满流动感。 在精神上,他们也不会被谴责自己囤积东西这样的消极心理纠缠。 作者说,很多人不舍得扔东西,是因为没有想过他自己和物品到底哪个更重要。 与其说,对东西有那么多依恋,有那么多的不舍,那我们有没有觉得, 我们的人生被这么多物品占用了那么大的空间,消耗了我们大量的时间,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? 作者认为,我们应该把视角从物品转换成自己。 具体来说,就是在评判一件物品的去留时,只听从自己的想法,考虑自己需不需要。 根据作者的说法,我们内心的声音会逐渐转换成一种内趋利,自觉的实践断舍离。 比如,有一次,作者去帮一个家庭整理,他们的日常用品和杂物到处都是, 房子的主人是一对夫妻,俩人各有各的爱好,女主人是个手工爱好者,男主人喜欢钓鱼。 他们主动邀请作者来帮忙,可并没有把他当成英雄,而是当作反派人物,很有戒备心。 女主人以一种近乎劳道的方式,向作者解释自己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, 太忙了没时间,太累了没力气,还给作者一一介绍每个物品无法割舍的理由是什么。 看到这种情况,作者没有提出任何指导建议,甚至都不怎么说话,认真倾听了几小时后, 他说了一句,如果是想留下的,咱们不扔掉也没关系,结果, 这对夫妻都开始扔自己的杂物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? 这是因为随着交流的深入,这对夫妻渐渐打开了心扉, 他们意识到了,自己所谓的那些不能扔的理由, 其实都是在找借口,光是把视角从物品转到自我, 家里可能还会留下很多无用的东西, 因为我们经常会以一种穿越式的视角去看待物品。 比如,五年前曾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北方城市待过, 买了一件非常厚的羽绒服预寒, 后来,你一直都在四季如春的南方生活, 这件外套占用了衣柜很多空间。 但你觉得,将来要是再去一个零下几十度的地方, 肯定能用得上,于是就留下来。 因为这件羽绒服,衣柜的空间满了, 你的一些其他衣服不得不分散在家里的各个角落。 进行断舍离时,很多人都会倒在清理废弃物这一关,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这也不舍的,那也不舍的。 作者说,决定物品去留时, 要以自我和当下的时间为判断基准, 考虑自身与物品的关联度, 你到底需不需要它,再进行取舍。 再来看第二部分, 断舍离能整理我们的思考模式和内心。 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, 假如家里杂物很多, 会给人带来压迫感,容易烦躁。 家里囤积过度的人, 则会逐渐变得封闭, 甚至愤懑抑郁。 这是为什么呢? 我们知道。 作者的职业是杂物管理咨询师。 他解释说, 这个日文单词其实有三个意思。 一个是英文的clutter, 杂物的意思。 第二个意思是堆满了杂物的房间。 第三个意思是大脑和心里面的混沌和困惑。 在他看来, 看得见的那些没有用的废物, 跟你心里那些看不见的废物是一样的。 杂物咨询师的工作并不只是整理那些看得见的杂物, 还会同步整理我们大脑和心中看不见的困惑和混沌, 也就是说, 断舍离其实是通过整理物品, 来整理我们的思考模式和内心。 比如, 作者有一期节目, 主角是一个日本家庭, 两个八十多岁的夫妻住在一栋很大的房子里, 到处都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, 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, 因为囤了太多东西, 老夫妻无法正常生活, 只能先搬出去。 他们有个女儿, 为了让父母住回老房子, 她下定决心要在七天之内把房子整理好。 女儿现在才介入, 是因为她不敢扔爸妈的东西, 可能你也有过类似的困扰, 一提到扔东西, 爸妈就会翻脸, 这个女儿尤其害怕扔母亲的东西, 她怕母女关系会因此走向决裂。 这个女儿其实还有个姐姐, 姐姐扔了母亲的一件东西, 母亲很生气, 跟姐姐断绝了关系, 我们能感觉到这位母亲很严厉, 这家人的感情好像也不那么深, 这对夫妻以前是教师, 工作一直都很忙, 回家很晚, 对待孩子也很严厉, 两个女儿很懂事, 从小就得自己做饭给爸妈吃。 作者是节目组请来的专家, 帮助女儿进行断舍离, 在她的帮助下, 女儿在断舍离的过程中, 获得了两样东西。 第一样东西, 是个看不见的东西, 作者在帮忙收拾厨房的过程中, 他发现, 有个地方很奇怪, 这个地方摆满了跟烘焙有关的工具和原料, 奇怪的原因是, 这些东西看上去已经放了几十年了, 却还很崭新, 很多甚至连包装都没有拆。 作者就很好奇, 问女儿, 你妈妈是不是喜欢做点心啊? 女儿说, 她工作实在太忙了, 并没有做过。 作者看着这些东西, 就推测, 会不会是因为, 这位母亲常年都吃女儿做的饭, 她想给女儿们做点心吃, 可又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了, 她没时间做, 就囤积了这些崭新的烘焙工具。 女儿得到的第一样东西, 就是藏在这些烘焙工具之上, 她没有看到的, 母亲对自己的关心。 第二样东西, 是个能看到的东西。 女儿在整理母亲卧室时, 在堆积如山的衣服下, 发现了一个小册子, 里面全是小孩的涂鸦画。 原来, 这家人关系还很好的时候, 两个女儿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爸妈嫁, 小孩会在一些纸片上画画, 平时在家画的话, 女儿们也会传真给爸妈。 这位女儿, 一页页地翻着这些画, 其实也体会到了母亲的用心, 她把平时家人相处, 孙辈们成长的点滴都收集到一起。 这两样东西, 改变了女儿, 她从畏惧母亲, 变得更理解母亲。 房子收拾好之后, 老夫妻回来看, 父亲的性格比较随和, 一边看一边感慨, 原来房子这么大。 母亲却向来执行任务的特工, 一头钻进房子, 每个房间的每个角落都要审查一下, 发生了哪些变动。 最后, 女儿拿着那本孩子们的涂鸦画册, 跟母亲说, 感谢母亲的用心, 这位老人的脸上没有了之前的防备感, 整个人都变得柔和了。 这场断舍离, 不仅改变了女儿的思考模式和内心, 其实也改变了母亲。 作者在书里一直强调说, 断舍离不光是扔东西, 而是要创造空间, 恢复生活的流动感。 最后再来说说如何进行断舍离。 整个断舍离的过程, 大致可以分成两步, 打扫和收纳。 在打扫之前, 我们要评估一下家里的状态, 是偶尔比较凌乱, 还是东西多到放不下。 如果只是有点凌乱, 那把东西回归原位, 就能很快收拾好, 可如果不是的话, 就需要我们把家里的杂物全都摆出来, 开始清理。 作者说, 在这一步, 人们经常会犯一个错误, 那就是从难度最高的地方入手。 从最难的地方做起, 很容易浇灭热情, 让人失去干尽, 从而半途而废。 作者建议, 进行断舍离时, 最好是在计划的时间内, 从少量的, 小单位的地方着手。 因为他们花费的时间很少, 这种小单位量的断舍离持续下去, 不久就会变成大单位量的断舍离。 当你决定好了从哪里开始清理时, 接下来, 你遇到的困难就是决定每样东西的去留。 对于这个问题, 作者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很有效的工具叫筛子。 最先被筛掉的, 是那些一看就是垃圾的东西, 以及一群陌生的大叔。 不要被吓到, 这只是作者的一个比喻, 他指的是那些也许还能用, 可以经被你遗忘的东西。 接下来, 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问题, 继续筛掉很多没用的东西。 这个问题是我现在需要这个东西吗? 如果说陌生的大叔是最容易被筛掉的杂物, 那么, 最难被筛掉的杂物就像爱管闲事的大叔, 那该怎么处理这些爱管闲事的大叔呢? 作者建议, 处理它们之前, 你可以先问自己一些问题,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吗? 是否适合我, 使用起来是否心情愉快, 这些问题的目的是调动你的感受和感觉。 如果一样东西没了, 你也不发愁, 就说明它没必要存在, 如果它以前很重要, 但是不适合现在的你了, 就可以处理掉。 如果你使用它时, 心情总会有点不愉快, 也可以处理掉。 和打扫一样, 收纳也没有什么既定的规则, 取决于你和家里物品友好相处的方法。 不过, 作者也在书里分享了几条 与收纳有关的黄金定律。 其中, 有个原则叫一进一出, 意思是, 你可以给家里的杂物排个序, 选出你最喜欢的十个。 当你看到一样新东西, 想要买回家时, 必须从原先最喜欢的十件东西里, 淘汰掉排在最后的那个。 另一条黄金定律叫One Touch法, 意思是, 当你想要用一样东西时, 最好能把这个动作压缩成两步, 打开门拿出来, 把它放回去也是同理。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 因为收纳物品时, 我们会用到一些收纳箱和收纳盒, 假如取用东西时的动作太多, 就会感觉很麻烦, 不想放回去了。 好了, 这本段舍离就分享到这里了, 我们下期再见。